活到老学到老不少长者是会到社区的乐林中心来学习 不过台中从110年到112年 55岁以上的长者成长率是达到了6.88% 超过有85万人 但是乐林中心的经费却是逐年的递减 引发明代质疑 教育局是回应了将会提升课程时数精进品质 阿公阿嬷们专注的上课跟着老师提笔电字 这里是南区的乐林学习中心 从110年到112年 55岁以上的长者成长率来到了6.88% 但乐林中心的经费课程时数却减少 引发明代质疑 因应人口的增长 你看每年从110年的时候是80万人 一直到现在是85万7千人以上 所以资源分配确实是比较好像不太公平 所以也是希望说市府可以来着重于这个地 这个乐林的部分 那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检讨看看要怎么去分配资源 根据市府统计台中市 55岁以上的人口 从110年的80万2375人 增加到112年的85万7千570人 短短两年的时间成长率就高达6.88% 不过乐林学习中心的资源配置并未能跟上 三年来的乐林学习计划经费分别为1096多万元 以及1095多万元 还有1086多万元逐年递减 台中市总共有29所乐林学习中心 我们还有176处的行动教师的据点 那这些拓点呢 也可以让我们各区的长辈们 有一个比较静便性的 可以在家附近的一个中生学习的场域 各中心其实它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执行量人 以及它的相关的计划 来受那个史述的核定的部分 所以并不是说 所有中心课程越开越多越好 因为它其实是要有品质的把关 有些课程它是不是符合在地长者的学习特性 可能这部分也要透过一个审查机制来处理 教育局表示将提升课程的时数并精进品质 持续推动乐林教育 打造宜居乐伙的城市